2023年沙特联赛第八轮的比赛中 利亚德胜利课场以2比1战胜塔一 取得6连胜 这场比赛中 C罗在中场前点射破门 帮助球队完成绝杀 连续6场比赛进球 总计实力进球 C罗成为了数据记录粉碎机 周中的沙王冠首轮比赛中 C罗因伦修缺席比赛 但此番回归沙特联对阵塔一 他再次成为比赛的焦点 上半时 C罗在第32分钟助攻塔利斯卡破门 为利亚德胜利取得领先优势 这个进球也让C罗继续领跑助攻榜 下半时 双方再度展开激烈的角逐 塔一在第79分钟 依靠米西德扬的单刀破门将比分扳平 然而 当大家以为利亚德胜利连胜势头将因此告终时 C罗再次出场 展现了他的出色表现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87分钟 塔利斯卡在禁区内投球攻门 皮球击中了阿尔法的左手臂 主裁判在查看Far后判罚点球 C罗毫不犹豫 站在罚球点上 小跑后一脚精准的射门 将皮球送入了球门 这个精彩的绝杀进球帮助利亚德胜利赢得比赛 根据数据统计 C罗在本赛季沙特连已经连续6场比赛进球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自2020年8月11日以来 C罗首次在联赛中连续6场比赛进球 此外 依靠本场比赛的进球 C罗本赛季的联赛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个 连续18个赛季进球数上双 这位葡萄牙球星上一次未能实现这一壮举 还要追溯到2005到2006赛季 当时他在33场比赛中打进球球 尽管C罗已经38岁 但他仍然是一位出色的射手 不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根据数据显示 C罗在本场比赛中再次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保持的总进球记录 达到了惊人的854球 同时C罗的俱乐部进球记录也进一步刷新 总计达到了731球 C罗的绝杀之王地位在沙特联赛得到了完美体现 他的表现不仅为球队赢得了比赛 还在数据记录上创造了奇迹 尽管年岁增长 但C罗仍然是足球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的精湛技艺和不解斗志一直激励着球迷和年轻球员 不容置疑 C罗将继续在足球领域闪耀 为球队和国家赢得荣誉